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手頭的小盆栽哪裡來的 媽 這是空氣鳳梨 這東西是不是黃冠婷送來的 你怎麼不說話 那天拿這個嬰兒用品要我拿回來 我就想說要寶寶用的對 我就收下去了 誰知道的在裡面 放這個什麼小盆栽 那是當時在哪裡拿給你 那就是那天我們兩個 在家裡散步的時候 我就知道 那天那個人一定是 冠婷 你又有什麼事 替小月爬下 為了我自己身上的女人 不過要我做什麼我都懷疑了 來 伯娘 哎唷 謝忻 你又去擋到胸口了 不要緊 怎麼會的不要緊 那是廣場還有老闆要怎樣 真的不要緊 那今天我們大家可以做的食物嗎 尤其是小月爬到裡面的小孩 竟然算了補充任用 我的小孩跟你無關 你再看我說 我也是小孩的爸爸 是 那離婚那個時候開始 你就已經不是了 請你要不要再送東西給我 你還沒拿我的東西 我的車人送回去給你 這個小孩的小孩 跟你一隻媽媽說得好 我只是想要關心你而已 就要告訴你 把你的媽媽說得好 比起我現在的男子 就要求我 就是你的好意了 真的沒什麼你的關心 沒有人能比我更了解 是起爸爸對小孩來說 我也這麼痛苦 你跟我都做到這個小孩 所以我真的沒有希望 這個小孩一出生就沒有老爸 你敢真的不能為同小孩 還換一百季 我聽我媽說你有事了 也聽說 你已經打招了 你和阿嬤三做事了 真的讓你開心 希望你能繼續好事下去 為什麼我跟你真的不可能 要不要再送一些我的朋友 我知道 我想你送到很大的 我也沒有願望說 我們兩個可以到新來過 我只希望你能給我一個 米波的機會 可以給我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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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今天的生活比 好看守護你 小夜是搭配的人 我需要你 崔阿富 老婆,你怎麼在這裡 我跟手上在這裡開玩笑 就看到黃瓜廷跟你帶出來了 是我答應的 回三分鐘的時間關門 現在時間到了,我來走了 黃瓜廷 你別再接近消夜好不好 黃瓜廷 黃瓜廷 黃瓜廷